有关日期时间的部分 每一次上课我都会把它贴到这边 如果你有加进来理论上 那当然我每一次上课都会 这个转 它论坛会自动转到你的信箱 那这是我们上课的 是有没有 因为后面没有填原因 那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待会开启 我们这个日期时间的函数练习题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在综合练习题里面 其实里面主要就是说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主要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日期时间部分 那它里面比较特殊一点 就是说实际上日期 它背后储存的就是一个数字 那如果是只是单单日期的话 是一个整数 如果有时间的话背后会有小数点 它是借由这样的方式去储存资料 但是很麻烦的一点就是说 在这个资料里面 假如说我要知道它的年跟月跟日 还有星期几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比如说各位可以切到综合练习 练习题里面 这一题实际上 大概会有几个需求 可以最好是先输入假设某一个 某一天日期就一年的第一天 比如说我希望输入2019年好了 1月1号 那我希望能够向下向右一次 全部就把一整年的年历帮我产生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向下向右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像2月下面应该不是31天 那我希望它只要不要是那个月份的 就不要出现 是那个月份的就出现的话 还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完成 当然做综合练习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 在日期函数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我今天要取得今天的日期的话 当然这边的话也有一个所谓的today 那你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可以用日期时间这边里面找到那个today函数 OK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但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引数 直接就取得今天日期 当然除了说你可以用today之外 但你也可以用什么 你也可以用我们的now OK now也是可以取得今天的日期 不过两指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基本上最大的差别把它拉宽一点 主要是在哪里呢 在那个我们的存在的格式里面 把它选起来 你如果再加上时间的部分 比如说我加上年月日10分好了 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背后today的话 它只会抓到凌晨的12点 但是now的话会抓到现在的 就6点46分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上的需求你用now 如果没有那你用today就可以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刚刚提到 在isale内部的话它是怎么储存日期跟时间 你把它按滑鼠右键 我刚刚也是储存个格式 我刚刚是切到那个日期 切到时间 切到日期里面有个格式 有年月日10分 但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通用格式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你会发现 如果我把它改成通用格式 它会马上表现出它原来 打回原形就对了 那所谓的日期实际上在isale里面 它是一个整数 那这个整数有一个玄机 这个是43202 为什么会有这数字 根据那个isale的官方说法 其实日期它这个是跟某一个日期相比较 相差几天 它是1900年的1月1号 当成是日期的第一天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输入的是1900的1月1号的话 OK 那一样 我如果把这个1900年1月1号格式化成什么 按右键格式化为通用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背后就是1了 所以也就是说 一个日期 它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整数 就是哪一天 1900年到现在为止 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底下的话 这边你会发现 它有小数点 为什么小数点 因为一天是24小时 所以它小时的话 就是把一天除以什么 24 所以剩下来的 它有分 其实就是后面的小数点 那也就一天24小时跑完 刚好就是1了 OK 所以背后的小数点 主要就是这样来的 那时间部分 另外的话 假设 我希望 请各位帮我格式化成什么 综合练习题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假如我输入的是年月日 西元年 可是我今天我希望显示的格式 并不是像这样的年月日 而是希望把它改成像这样的格式 第一个 我如何格式化 OK 所以背后的话 当然 待会请各位试一下 在这边 我这本来原来是today跟now 那我只是把它格式化成什么 格式化成那个通用格式 那假如说我今天需要把它改成什么 民国年 然后呢斜线改成点 后面呢 加上周期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做 一般呢 如果说我们内部已经有格式 你就用选的 可是没有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日期 第一个先找一个接近的 中华民国 不过中华民国率只有 在那个台湾的繁体中文版才有 如果你是用英文版就没有 这有同学找不到 因为他英文版一定没有 然后呢 我找一个比较接近的 也许我用这个来改 那实际上有的时候 假如说你要改出某一种格式 但是里面没有 你可以先找一个接近的 接下来的话呢 你找一个接近之后的话 再点选置地 这个置地意思是说 你可以针对你要改的部分 去做修改 那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呢 我希望把107年 这个地方斜线改成点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边斜线改成点就好了 OK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 这个斜线变成点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呢 比如说月更日 如果是个位数字 自动帮我补0的话 OK 但你不是说直接在这边加一个0 它会变成00 不对哦 记得哦 如果你要自动补0的话 请你把m呢 再加一个m 就是mm就可以了 没有 d的话呢 再加dd mmdd 意思就是如果他 小数 个位数字的话 他会自动帮你补一个0 OK 那第三个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明国年 把他改斜线 然后个位数补0 后面的话希望刮壶 加上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几的话 那请特别注意哦 在这个制定里面 这个分号的前面 请你先加一个小瓜 里面如果我今天希望产生周级的话 很简单 你就打一个a a a 有没有看到 周级就出现了 那如果你要星期几的话 你就再打一个a 星期几 所以三个a是周级 四个a是星期几 那我们如果要周级 我说三个a就可以了 所以你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自动帮我格式化成什么 这样的格式出现了 OK 但是你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知道三个a跟四个a的秘密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有一个方法 按右键储存的格式 其实里面就可以怎么样 实际上我是把 它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周级 我先去调出来 吸力的部分 这边有星期几 这边有周级 那我想知道说它里面 它的格式是怎么样 我刚刚有做一个动作 什么切到次定 这边不是有个aa 有没有 所以以后呢 假如你希望把好几个格式凑在一起的话 本来或者本来没有 你要把那个格式变出来的话 你可以去看里面的东西 再去修改 其实就可以改出你要的格式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按个确定 就是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了 那再来的话 后面当然比较常见的 还有几个问题可能会发生 之前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我今天希望把这边里面的年月日跟周级 分别帮我怎么样 帮我分开来 但是目前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年月日跟周级 目前是在一起 那当然呢 特别注意哦 之前就有同学一想天开 想说我今天要把它的年给抓出来的话 那也许我这边就一个年 然后呢 再一个月 假设这边有个月 有个日 年月日跟周 跟星期几好了 跟周级 那我就把他 我希望他们 就是一个一个帮我分开来 那直觉我们会怎么想说 直觉应该是直接怎么样 前三个字 有没有 那之前就有同学想说 前三个字 那我们不是可以用文字吗 文字里面不是有那个laptor laptor不是就是前三个字 那他想说 我看到107嘛 那我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我就把这个文字给他 前三个字给他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奇妙的事情出来 明明我看到107啊 奇怪了 为什么他出来的是 432呢 特别注意哦 你实际上看到的东西 不等于他储存的内容 他实际上储存内容是什么 43000好像零多少 零二吧 还是多少 那如果说你要真的 把它变成 目前看到格式 好吗 你还要再经过转换 那要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所以一一请各位用什么 切到那个 那你看一下综合累积 刚刚我们是希望做出这个格式 二的话呢 切到这边 today跟now 其实你可以先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呢 把它格式转换之后 并且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年月日跟周 分别分开来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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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